社區疫苗接種中心預計將會於9月底關閉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直言 希望能夠保持目前的接種速度 甚至加快接種 而港府亦有計劃每日增加3,000針 提升現有接種中心的處理量 他透露港府會視乎未來一個星期的接種情況 評估各接種中心的使用率 以及與中心營運者溝通 決定會否延長接種中心的開放限期 預計將會於8月初再作公佈 據了解 港府曾經在4日前 與接種中心的營運商會面 會上亦有談及延長接種中心開放期限的相關事宜 有參與會議者形容 政府雖然未有明確落實安排 但引述政府反應正面 估計相當大機會盛洩 現時不少接種中心都在體育館 與會者就說 政府一旦決定延長首要處理的問題是場地安排 因為不可無了期使用體育館 他估計各私家醫院在場地上不成問題 但由醫療機構營運的接種中心 就可能需要大執位 轉移到其他適合場地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